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第53期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 简介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耶稣是上帝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拯救者 也是全人类的救主 路加记载耶稣受主的灵呼召 向贫穷人传福音 而这加音充满着对人类各种需要的关怀 本书处处洋溢着喜乐的气氛 尤其是头几章 有关耶稣的降生和最后几天 他升天的报道 至于耶稣升天后福音的传播和扩展 本书作者在使徒行传有详细的记述 第二部分和第六部分 参阅提要 所包括的材料 如伯利恒郊外天使的歌声 牧羊人朝拜圣鹰 童子耶稣在圣殿里 和好撒玛利亚人 以及仁慈的父亲的故事等 只建于本福音书 本书特别注重祷告 圣灵 妇女对耶稣工作的协助 上帝赦罪的恩典 和基督的普世使命 提要 一 续言 二 施洗着约翰 和耶稣的诞生 及童年 三 施洗着约翰的工作 四 耶稣受洗 和受试探 五 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 六 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 七 最后一周 在耶路撒冷和附近 八 主的复活 显现 和升天 续言 第一篇 替阿菲罗阁下 已经 有好些人从事写作 报道 在我们当中 所发生的事 他们的报道 是根据那些 从开始 就亲眼看见这些事 并且 曾经传播这信息的人 所叙述的 这一切 我都从头仔细 查考过了 所以我想按照次序 向你报告 目的是让你知道 你所学的道 是正确的 预言 施洗者 约翰的出生 西律王 统治犹太的时候 有一个祭司 名叫 撒加利亚 是属于 亚比亚 祭司一般的 他的妻子 叫 伊丽莎白 也是 亚伦家族的后代 在上帝眼中 他们两个 都是正直的人 严谨的遵守 主一切的静谧和调虑 他们没有孩子 因为伊丽莎白 不能生育 而两人都已经老了 有一天 撒加利亚值班 在上帝面前 执行祭司的职务 按照祭司惯例 抽签的结果 他需要以 进入主的圣殿上乡 他上乡的时候 民众在外面祷告 忽然 有主的天使 站在香坛右边 向他显现 撒加利亚看见了 惊慌害怕 可是那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 不要怕 上帝垂听了你的祷告 你的妻子伊丽莎白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替他取名 叫约翰 你要欢喜快乐 许多人 也要为他的诞生 而喜乐 在主的眼中 他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淡酒烈酒 他都不可喝 在母胎里 他就要被圣灵充满 他要带领许多 以色列人 归回主 他们的上帝 他要做主的前驱 坚强有力 像先知 以利亚一样 他要使父亲和儿女 重新和好 使被逆的人回头 走上一人明智的道路 他要帮助人民 来迎接主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什么知道这些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妻子也上了年纪 天使说 我是势力在上帝面前的加板链 我奉派向你传话 报给你这喜讯 但是因为你不相信我所说 在时机成熟时 会实现的那些话 你将变成哑巴 直到我的应许实现的那一天 才能说话 这时候 大家等待撒加利亚 不明白 他为什么在圣殿里 耽搁这么久 到了他出来 不能跟他们说话 大家才晓得 他在圣殿里 看见了异象 他不能说话 只好打手势 向大家示意 在圣殿里 供职的日期一满 撒加利亚就回家去 过了不久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 果然怀了孕 五个月之久 没有出门 他说 主终于这样厚待我 除掉了我在公众 面前的羞辱 预告耶稣诞生 在伊丽莎白怀孕的第六个月 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 到加利利一个叫做拿萨勒的城去 要传话给一个童女 名叫玛利亚 这童女已经跟大魏家族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子订了婚 天使到她面前说 愿你平安 你是蒙大恩的女子 主与你同在 玛利亚因为天使这话 十分惊慌不安 反复思想着问安的含义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 不要害怕 因为上帝施恩给你 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 要给他取名叫耶稣 他将成为伟大的人物 他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 主 上帝要立他继承他祖先大魏的王位 他要永远做雅各家的王 他的王权无穷无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还没有出嫁 这样的事怎么能发生呢 天使回答 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 至高上帝的全能 要避阴你 以此 那将诞生的圣灵 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 看你的亲戚伊丽莎白 他虽然年老 人家说他不能生育 可是他现在已经有了六个月的生育 因为在上帝 没有一件事是做不到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避孕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于是天使离开了他 玛利亚 往伊丽莎白 不久 玛利亚动身 急忙往山区去 到了犹大一个城 他进了撒加利亚的家 向伊丽莎白请安 伊丽莎白 一听见玛利亚的问安 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了 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 高声呼喊 女是女子中最蒙福的 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福的 我主的母亲前来探望我 我怎么敢当呢 我一听见你恩安的声音 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 确信主传给她的信息 必定实现的女子 多么有福啊 玛利亚的尊主送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上帝 我救主为乐 因为她顾念她卑微的婢女 从今以后 万民将称我有福 因为大能的上帝 为我成全了大事 她的名神圣 她向敬畏她的人 广师仁慈 代代无穷 她伸出全能的手臂 取出狂傲者心中 一切的计谋 她把强大的君王 从宝座上退下来 她又抬起卑微的人 她是饥饿的人 饱餐美食 叫富足的人 空手回去 她向我们的祖先 信守若言 扶住她的仆人 以色列 她 顾念 亚伯拉罕 向她大师仁慈 并且急于她的后裔 直到永远 玛利亚跟伊丽莎白 住了约三个月 然后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诗习者 约翰的出生 伊丽莎白分娩的日子到了 生了一个儿子 她的邻居和亲戚听见了主 赐给她这样大的恩慈 都跟她一同欢喜 孩子出生晚一星期 他们来为她行革礼 并想扬用她父亲的名字 叫她萨加利亚 可是她母亲说 不行 她要叫约翰 亲友对她说 你亲族中并没有叫这名字的 他们就向她的父亲打手势 问她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 萨加利亚 要了一块写字板 写上 她的名字是约翰 大家都非常惊讶 就在这个时候 萨加利亚又能够说话了 她就开口送在上帝 邻居都很惊讶 这消息传遍了全犹太山区 听见的人都在想 这孩子将会成为怎样的人物呢 因为显然有主的权能 与她同在 萨加利亚的预言 约翰的父亲萨加利亚 被圣灵充满 就传达上帝的信息说 让我们歌颂主 以色列的上帝 他眷顾他的子民 释放了他们 他从他的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一座全能的救助 故事后 他进着圣仙之门说过 他要拯救我们脱离敌人 摆脱一切 恨恶我们的人的权势 他要向我们的祖宗 大师仁慈 并记住他神圣的约 他应许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 历世要拯救我们 摆脱仇敌 使我们一生一世 坦然无惧地在他面前 以圣洁和正直 侍奉他 我的孩子啊 你要被称为 至高上帝的先知 你要做主的前驱 为他预备道路 要告诉他的子民 由于他们的罪 蒙赦免 他们将获得拯救 我们的上帝 慈悲柔和 他使旧安的曙光 照耀我们 又从高天光照 一切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 引导我们走上和平的道路 孩子渐渐长大 身心强健 他住在旷野 一直到他在以色列人中 公开活动的时候 耶稣诞生 那时候 罗马皇帝 奥古斯都 颁布命令 要罗马帝国的人民 都办理户口登记 这头一次的户口登记 是在居里纽 任叙利亚总督的时候 大家都回本乡去办理登记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 拿萨勒城往犹太去 到了大魏的城 叫伯利恒 因为约瑟属于大魏的宗族 他又跟他订立了婚的 玛利亚一起登记 玛利亚已经有了生育 当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 他的产期到了 生下投胎儿子 由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栈里 没有地方让他们住 牧羊人和天使 在伯利恒郊外 有些牧羊人夜间露宿 轮流看守羊群 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 主的荣光四面照射他们 他们就非常惊慌 可是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 今天在大魏的城里 你们的拯救者 主 基督已经诞生了 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儿 永不包着 躺在马槽里 那就是要给你们的记号 忽然 有一大队天君 跟那天使一起充现 宋在上帝说 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 愿和平归给地上 他所喜爱的人 天使离开他们 回天上去的时候 牧羊人彼此说 我们进伯利恒城去 看主所告诉我们 那已经发生了的事 于是他们急忙赶去 找到了玛利亚 约瑟和躺在马槽里的婴儿 牧羊人看见以后 把天使所说 关于婴儿的事告诉大家 听见的人 对牧羊人的话都很惊讶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 牢记在心里 反复思想 牧羊人回去 为他们所听见所看到的事 赞美歌颂上帝 因为所发生的事 跟天使所告诉他们的相符 取名耶稣 八天后 婴儿行革礼的日子到了 就为他取名叫耶稣 这名字 使他为成他以前 天使替他取的 奉献给主 按照摩西法律的规定 洁净的日期满了以后 约瑟和玛利亚 带小孩子上耶路撒冷去 要把他奉献给主 这是依照主的法律所写的 投胎的男孩都要奉献给主 他们也要依照主的法律所规定的 献上一对 曼灸或两只小鸽子 做祭品 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 名叫西面 他是敬畏上帝的义人 一向盼望以色列 得到拯救 圣灵与他同在 他得到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在离世以前 会看见主所应许的基督 由于圣灵的感动 他来到圣殿 这时候 耶稣的父母 刚抱着孩子耶稣进来 要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事 西面把孩子抱在怀里 送赞上帝说 主啊 你已经实现了你的应许 如今 可让你的仆人平安归去 我已亲眼看见你的拯救 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 他要成为启示外邦的亮光 成为你子民 以色列的荣耀 孩子的父母 对西面所说 关于孩子的事 觉得惊讶 西面给他们祝福 并且向孩子的母亲 玛利亚说 这孩子被上帝拣选 是要使以色列中 许多人灭亡 许多人得救 他要成为许多人 诽谤的对象 并因此揭露了这些人心底的意念 忧伤 要向利剑刺透你的心 有一个女先知 名叫安娜 是亚社之族 法内利的女儿 她已经很老了 曾结过婚 跟丈夫一起生活了七年 以后寡居 现在已经八十四岁 她没有离开过上殿 日夜敬拜上帝 尽时祷告 正在这时候 她也来了 送赞上帝 并且向所有期待上帝 来救赎耶路撒冷的人 宣讲这孩子的事 回拿萨勒 约瑟和玛利亚 按照主的法律 履行了一切所规定的事 就回加利利 到他们的本乡 拿萨勒去 孩子渐渐长大 健壮 而有智慧 上帝的恩宠 与他同在 孩童耶稣 在圣殿 耶稣的父母 每年 都上耶路撒冷 守玉月节 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照列 前往守节 节期完了 他们动身回家 孩童耶稣 却逗留在 耶路撒冷 他的父亲 不知道这事 以为 他在同行的人群中 走了一天的路程 才开始 在亲友当中 寻找他 他们找不到他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 三天后 他们 才在圣殿里 找到他 他 正坐在 犹太教师们中间 边听边问 所有听见 他的人 都惊奇 他的聪明和对答 他的父母 看见他 觉得很惊异 他母亲 对他说 孩子 为什么你这样 带我们 你父亲和我 非常焦急 到处找你呢 耶稣回答 为什么找我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 可是 他们都不明白 他这话的意思 于是 耶稣和他们回 拿撒勒去 世事都顺从他们 她母亲把这一切事 都珍惜地记在心里 耶稣的身体和智慧 一起增长 深得上帝和人的喜爱 听书世界明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 香音时光 把你迎接 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 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 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 听说 世界明著系列 打不着 对 详 Huawei 确想 详 元 详 仑 详 teh 详 详